很多人做的蒜蓉龙虾总是不够入味或者颜色不金黄 其实里面很多小技巧你还没有掌握透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这样做出来的蒜蓉龙虾颜色金黄,蒜香浓郁 首先从市场买回来的小龙虾倒入水池里面给它进行简单的淘洗 在淘洗之前我们先加入一把小苏打 再加入适量白醋给它简单浸泡个几分钟 然后用刷把给它整体的淘洗一遍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然后用牙刷把每一只龙虾都给它认真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准备大蒜头稍微多一点用小机器给它搅成蓉 然后倒入盆中加入清水给它进行简单的淘洗 起锅烧油,当油温到达八九层热 我们下入小龙虾给它炸一下 经过炸制的小龙虾它的颜色更加通红透亮 而且肉质更加紧实Q弹 当然家庭做法的也可以忽略这一步 高油温炸15秒就可以了 也不要炸得时间太久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也想给店里增添特色菜 或者提升小龙虾口味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也可以到我的主页里面都看看找灵感 非常感谢 这边是10斤小龙虾全部找好 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开始正式烹饪 起锅热锅加入稍微多一些菜籽油 再来半勺猪油 加入菜籽油能让汤色更加金黄 加点猪油在里面 让汤汁更加香浓滑口 油热以后下入刚才清洗过的蒜蓉 这里的蒜蓉我们先下入三分之二 要给它煸炒出香味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到这里的油有点少 我们再加一勺蒜油在里面 当然没有蒜油的也可以多加一点菜籽油 炒出蒜香味以后呢 我们加入长江水 有条件的也可以加两瓶啤酒在里面 水和啤酒的用量呢 能以龙虾持平就可以了 烧开以后倒入刚才炸好的小龙虾 这边是10斤哦 烧开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两袋我自主研发生产的 蒜油龙虾专用底料 正常的话这一袋可以做3斤到4斤小龙虾 家庭用量这一袋刚刚好啊 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呢 3斤到4斤小龙虾放一袋 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今天这边是10斤小龙虾 所以我用了两袋 既然是餐饮做法 所以我又加了一勺味精 再来一勺鸡精 在里面蒸鲜 像这种六七八规格的小龙虾 我们全程大火烧7分钟就可以了 也不要烧得时间太久啊 前面留了三分之一的生蒜油 我们在第六分钟的时候 给它倒入锅中 生蒜油呢 要的是蒜鲜味 煸炒过的蒜油 是突出它蒜香味 所以两者在一起 非常不错啊 好出锅 倒入盆中 泡个几分钟 让它更入味 再摆盘上桌 操作非常简单 而且颜色金黄 蒜香味十足的金糊蒜油龙虾 制作完成 你学会了吗 这个麻辣小龙虾 怎样做才好吃 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原材料 我们最好选购这种青壳的小龙虾 青壳的小龙虾 它的肉质比较饱满 反而红壳硬壳的 它的质量就稍微差一点 餐饮做法的小龙虾 一般都不需要抽出虾线啊 抽出虾线的小龙虾 它的肉质就会略微松散 我们只需要给它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刷洗干净的小龙虾 我们用七八成热的油温 给它炸15到20秒左右 经过炸制的小龙虾 它的颜色更加通红透亮 而且它的肉质更为Q弹紧实 这个非常重要 小龙虾全部炒好 这一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加入半勺 菜籽油 做小龙虾要用菜籽油 比用普通大豆油更香更好吃 油热以后 下入准备好的姜葱蒜小料 给它煸炒出香味 像我这样特别能吃辣的 可以加一些干辣椒和花椒在里面 煸炒出香味以后 下入一袋这个点香百味的香辣龙虾酱 这一袋龙虾底料 我们可以做两斤半到三斤半左右的小龙虾 如果不能吃太辣的干辣椒和花椒就不要放了 因为本身这个酱已经有辣味 简单煸炒过后 我们下入刚才炸过的小龙虾 然后加入长江水 水的用量也不需要太多 能没过龙虾表面就可以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做小龙虾要加一点啤酒 今天这个视频按餐饮的常规做法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味精和鸡精 还有加了一点点白糖 为什么龙虾馆里面的酒水卖得特别好呢 答案就在这里了 当然家庭做法的也可以直接忽略 不需要加太多味精鸡精也是可以的 这个料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味道 像这种六七八的青壳小龙虾 我们用大火烧七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倒入盆中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顾客还不吹菜 我们最好给他泡个几分钟 再上桌让他更加入味好吃 这个非常重要 浸泡几分钟以后就可以给他摆盘上桌 一道非常费啤酒的麻辣小龙虾 不对重来 这个是刚才做的蒜香口味的小龙虾 大家看一下这颜色也是非常金黄 而且蒜蓉味浓郁 我觉得做菜很多细节非常重要 像这个小龙虾我们可以给他摆入盘中 最后这个汤汁可以用一个蜜肉给他过滤一下 这样的小龙虾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清爽好看呢 要说小龙虾最经典的口味 那一定是江苏的十三香龙虾 它麻辣鲜香甜嫩酥 七种口感 口味非常的霸道 买回来的小龙虾我们加入清水 用牙刷给他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本着以详细的教学为初衷 我这边还是示范一遍抽出虾线的操作 以便一些家庭的朋友来学习 尾巴中间那一片叶子一揪一拧一拔 整根虾线就出来了 小龙虾全部刷洗干净备用 这边还准备了十三香龙虾专用调味酱 还有生姜 蒜子 辣椒 还有一瓶啤酒 起锅烧油 这一步我们要把小龙虾给它炸一下 经过炸制的小龙虾 它的颜色更加通红透亮 而且肉质更加紧实 油温稍微高一点 大概八九成热 我们下锅小龙虾给它炸个十几二十秒就可以了 也不要炸的太久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也想给店里增添小龙虾 或者对现在小龙虾口味不是很满意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炸好的小龙虾捞出控油 锅中加入稍微多一些菜籽油 有条件的也可以加一点猪油 下入生姜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这个十三香专用调味酱 一般情况下我们烧三斤小龙虾 放160克酱料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长姜水 水和啤酒的用量能以龙虾持平就可以了 烧开以后倒入刚才炸好的小龙虾 保持大火给它烹饪 这个酱料里面什么味道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加味道也是棒棒的 像这种六七八规格的青虾 我们全程大火烧七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烧得太久啊 最后把准备好的青椒和蒜子倒入锅中 烧个几秒钟至断生 都可以出锅倒入盆中 俗话说的好 人靠衣装美靠晾装 做菜也是如此 细节很重要 小龙虾我们要给它摆一下 否则乱七八糟的上桌不好看 一道非常经典的十三香龙虾制作完成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不懂的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我会一一回复 冰镇龙虾很多店都在做 但每一家的配方都不一样 今天分享我的做法 做冰镇龙虾我们一定要挑选大一点的青壳虾 太小的做出来不好看 在尾巴中间那一片叶子给它一揪一拧 把虾线给它拔下来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买回来的小龙虾加入清水 然后用牙刷给它刷洗干净 小龙虾清洗干净以后 下一步起锅烧水 要把小龙虾给它煮熟 锅中加入的清水是15斤 加入的盐是250克 加入这个曲酒是50克 全程标准化配方 按这个配方去做 不会咸也不会淡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曲酒 煮小龙虾的盐度在2.5度就可以了 必须要等待水完全烧开 才能放入龙虾给它煮制 像这种七八九的青壳大虾 我们用大火给它煮8分钟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煮熟以后捞出放入一个大盆里面晾凉 由于小龙虾比较多 我分了两锅给它进行煮制 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 千万不能拿冷水去冲 冰镇龙虾是一道凉菜 如果拿生水去冲的话 卫生条件不达标 吃了很容易拉肚子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调制 泡冰镇龙虾用到的卤水 盆里面加入香蕉卤 加入古月龙山 白糖 鸡精 味精 味极鲜 还有生姜 葱 加入两个柠檬 这个卤水不需要烧开 所以我们最好提前给它调制 因为这个白糖和味精不容易融化 龙虾放凉以后 倒入调好的这个卤汁里面浸泡 6个小时左右 给它包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里面给它冷藏浸泡 好时间到 给它捞出来 不能一直泡在里面 否则就会太咸 这里提醒大家 中途我们可以给它翻拌一下 让它均匀的浸泡 这个卤汁下次还可以用的 最后给它摆盘上桌就可以了 龙虾季节即将来临 如果你也想在2023大干一场 或者给店里增添新的龙虾口味的 那么赶紧动手做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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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